《萬人和平佔中》 打不還手 十字架代表犧牲 但這種精神不止閒於宗教 昨天他三個佔領中環發起人 特意選在教堂以一封信念書 宣告佔領中環正式啟動 我們不會打到任何人 我們都不會反抗任何的政權 反之我們要堅定守法 我們以自己的新違法 去突變成一個制度的不公平 我們期望最少有一萬人 本著良知的呼活 按著他自己的處境 投入這個運動的各個環節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佔中有四部曲 大耀廷會以法律形式草擬誓約 被參與的人簽署 明年年初搞萬人雙討約 接著會以電子公投 或者議員辭職變相公投 拿市民對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 或者民間方案的授權 若果最終政府方案 都不合乎普選國際標準 就會發起公民抗明 很多人都覺得我們想癱瘓追劃 其實我們要說得很清楚 其實我們只是想透過自我犧牲的過程 緩醒各個公民去反思公選問題 他們說明參加者可能會佔據馬路 但會預留緊急通道 還擺明搏拉 即使被當局拘捕 甚至暴力對待都不會反抗 你必須要有一個決心 就是說你是有可能會入獄的 入獄長短我都說不到 但我想就不用怕我們會沒有一條命 我一直說我們不用拋頭爐灑熱血 因為我們整個都是一個非暴力 絕對非暴力的時候 就算拘捕也是拘捕我們進去 然後起訴 然後就可能會訴訟 然後可能判刑 最多就是坐牢 他們三個更加不會跟中央談判 說留給各個政黨做 究竟佔中有什麼意義 除了是中華之外 更加是中間派的意思 透過公民抗命 拿到中間那幫人的認同 所以特別希望 40歲以上的港人可以反思 《信念書》一開始就講到 香港到了關鍵時刻 而運動的出發點是對香港的關愛 成敗是取決於公民的覺醒 你會不會都反思一下呢?